Yuho,大家好,我是天使游人Yagiです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游玩一款小游戏 叫做My Lovely Daughter 它是这一阵子新出的游戏 而我没有买下来 可以从左下角可以看到我是玩 我现在使用的版本是demo版本 它在steam的页面上面有推出试玩版 所以我想说 然后现在应该是我在打九折吧 如果我不太确定时效过了没 然后我是想说 总之就开始吧 听说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游戏 曾几何时遇到困难的人们 会在这所房子前排起长队 希望能得到解决他们麻烦的方法 但如今这里却变得门可罗雀 福士德在那所房子里醒来 他浑身颤抖 持续因为痛苦而飘忽不定 他试着回想自己的过去 想搞清楚自己在哪里 但一切都非常的模糊 在困惑中 他认出了那些属于自己的作品 然而他们看起来 却是些风言风语 为了寻找答案 他决定去探索这所 与众不同的房子 随着炼金术原料的强烈气味 开始充斥整个房间 他的头痛也在加剧 周围的景物看起来很眼熟 但当他想要思考的时候 他的头更痛了 他的脚步停在了一扇门前 门后是漆黑一片的房间 随着他的好奇心逐渐增长 他发现自己的痛苦 自己头应该少一个头吧 自己头的脑袋的痛苦也开始消失了 他小心翼翼的推开了门 走了进去 我调小声一点点 好紧张哦 我感觉自己似乎在这里待了很久了 这气味 这房间的木头质感 我这是在哪 为何我什么都记不得了 等等那里坐着一个人吗 等一下是恐怖画面吗 你好 你是谁 哦天神啊 他的脸是多么的苍白 他 他一定死了 哇 哈哈 但是 他的皮肤和肌肉仍然完好无损 还有 他的脸 他是 我的女儿 但 但他看起来长大了 难道 真的是他吗 阿丽亚 啊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如果 他真的是我的女儿 我不能对他做事不管 我 我必须找出真相 我要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哇 可怕 呃 我不知道 你到底怎么了 但 我会查出真相的 OK Can we not look at this 这地方 肯定能找到一些线索 难以置信 这是一个灵魂之球 只有 这只有经验丰富的炼金术师才能做到 但 这是一种竞数啊 等 等等 莫非 这是我女儿的灵魂 难道 有人把他的灵魂净哭在这个球体里 这 这一昧着 我还有机会让他起死回生 等等 这个灵魂之球 看起来很黯淡 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要 加强这个灵魂 我必须 喂养这个灵魂 嗯 也 也许 我可以利用 之前的那些材料来 制作合成人 并用他们来喂养这个灵魂 但 怎样才能练成 一个合成人呢 我 我从未做过 但 为什么 某我有种 熟悉的感觉 好吧 嗯 我觉得 需要先做一个炼成证 但 但是 是哪种炼成证呢 哦不 为什么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需要找一些线索 那些论文 啊 这堆书里 也许有我需要的东西 这个 等等 这本书 让我想起了什么 我能感觉到 其中的魔力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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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炼成证 没错 就是他了 这本书里 有我要答案 一位 经验丰富的炼金术师 肯定 以前肯定住在这里 哦不 后面的页面太模糊了 已经看不清了 Never Use a Human Sacrifice 好像说从 他说 千万不要 永远不要用一个 人类的祭品 但至少第一页还是看得清的 他一定是被魔法修复过 没关系 我会利用我的实验笔记 来补齐这本书的 那么现在开始动手吧 哇哦吓死我 嗯 等一下这个是他说不要用人类的献祭品的对不对 嗯这个专利看起来没错 我觉得炼成实验可以继续进行 是时候做第一次尝试了 希望他会成功吧 我要把这些木材的原料放在圈内 然后 将材料放在这个圈里召唤一个合成人 然后当三种材料都就位后 透过点 透过点起纸圈来召唤可成人 好 所以我们现在只有 木材 低级 一种低级的材料 很容易从附近的森林听过 通过伐木获取 这应该是灰是不是 我只能用这一个 好不 来吧皮诺丘 喔 悲伤的 不久 我却能复活他了 他叫什么名字 飞来 飞来听起来蛮不错的 就这个吧 信じられない 呀 道歉 真是难以置信 我真的成功了 好吧 我需要集中注意力 这仅仅是第一步 现在我需要一个地方的安置这个合成人 这所房间 这个房子有很多房间 喔 这个房间是空的 有足够的空间来让我 进行喂养我女儿的灵魂仪式 我只需要牺牲掉这个生物 我必須殺了這個合成人 然後將他的精髓 喂養給我女兒的靈魂 呃 殺 呃 你 你好 好 他只會說傻跟你好 然後他是 等一下他在哭欸 等等 什麼 為什麼 啊 沒有爭吵和打鬧 由於他的身體是一棵樹 他就那麼被我砍成了幾塊木頭 並用來做成了木材 哇 悲傷親和性佳麟經驗值獲得一個木材 什麼 這對靈魂沒有任何效果 但是 這是為什麼 該死 這沒有用的 我只得到了這些渣渣 似乎還缺了點什麼 我一定要搞清楚到底哪裡出錯了 嘖 該死 在我決定下一步前到底該怎麼做 讓我再召喚一個合成人 哇 有血跡欸 這次用沙吧 用黏土 低級的黏土材質 濕潤石柔滑 燒之後變硬 拿一個黏土忍 噢 這個是憤怒的 就這個吧 這些合成人 這些合成人必須擁有類似人類的情感才行 我必須想辦法給予他們人類的親和性 這樣他們才能成長 讓他們進入社會是一個不錯的方法呢 等一下啦 什 什麼 好 他是憤怒的 嗯 現在我該去找個最近的村莊 就外出不 哇 這是哪 我怎麼會在這 該死 我不能分心 嗯 我聽到有人在說話 山上有個小村莊 我該去看看 嗯 你不是服侍德嗎 之前去哪裡了 難道又回歸老本行了嗎 嘖 她 她認識我 怎麼可能 什麼老本行 等等 我的職業是什麼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我似乎是個煉金術師 她 是我的客戶 呃 呃 好 好吧 我就是服侍德 有 合規幹嗎 太好了 你又開工了呀 你知道 我的丈夫 總是讓我做一些 讓我厭煩的事情 我想你的那些生物 也許能替我做事 我會給你一些金字 作為回報的 我 我的生物 什 什麼生物 合成人嗎 這 不可能啊 這是我第一次製造他們 他 她一定是在說些什麼別的東西 但是 我能利用合成人 進行工作 來吸收人類的親和性 而且 我確實需要賺點錢 沒 沒問題 我 我應該能夠幫到你 嗯 謝謝 你的生物一定很有用的 我的計畫不會出錯吧 小心翼翼的駐守 是一天可以鑽石的金幣 然後 親和性是恐懼 我這邊是憤怒耶 我不需要無所畏懼的人 這樣的人只會魯莽行事 你有沒有那種 心存無欽慰的人喔 嗯 只有這一個 喔 愚蠢 我不喜歡這個愚蠢的工作 好多小人喔 哎呦 簡事物感情耶 喔 不能加速 欸 可以 可以耶 快點啊 周末之前還有點時間 我該用我的合成人 多做些事情 看來 合成人需要一個 兼容的親和性 才能最大幅度的 發揮他的能力 好 憤怒的 這個地方看起來挺適合 高溫的生物 比如 這個合成人 他在這裡應該能幹得出色的 這也依美者 他能夠更好的吸收親和性 嗯 要轉動 槓桿 沒有人願意和我一起為我工作 這項工作其實很非常的簡單 你只需要不停的打 蓋和蓋上熔岩鍋就可以了 那這個我們的擬人不是會越來越 是啊 我就喜歡這項事情 喔 賺的錢好比較多 我扣的感情比較少了 嗯 1146年 浮士德躺在床上 腦海裡 這怎麼念啊 圍繞著兩個問題 他怎麼會不記得了 他之前到底都在為村民做些什麼 這些充滿憂慮的思緒 似乎 徹夜之長的那本魔法書 喔 喔 多可怕的噩夢啊 我夢到我的妻子和女兒因為艱辛的生活 而在受苦 還好這僅僅是一個可怕的夢 我是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的 但是 如果那個女孩真的是我的女兒 我的妻子在哪裡 她去哪裡了 我 我要去尋找她嗎 該死 真是一團糟 我應該要儘快解決靈魂的問題 然後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咦 喂 那本書怎麼了 它在發光 難道是它在給我什麼提示嗎 我該讀它一下嗎 讀 這 這是什麼了 我確信 這些文字看起來跟上次不一樣了 這個故事讀起來似曾相識 等等 那個人是我 這故事敘述的人是我 沒錯了 我想起來 這是本魔法書 也許它能夠為我解開這個謎團 看一下齁 1144年2月11日 my day my 該死的 我的藥水怎麼沒有失敗 我的藥水沒有失敗 可他們仍然認為它是危險的 他們怎麼能在沒有測試的情況下 就做出這種判決 他們甚至沒有給我任何解釋的機會 他們竟然還解雇了我 把我們全家從首都馬爾哈逐出 或是我們搬到了這可怕的 薩拉赫村 這真是太讓人憤慨了 這村這裡都是土匪 暴徒和各種底層的渣渣 我的合成人今天有點奇怪 我應該檢查一下他的狀況 我應該像對待小孩子那樣對待他們 我需要讓他們感到高興 這樣他們就會努力為我工作了 嗯? 昨天我在屋內發現了一些巧克力 該不會是過期的吧 不知道他會不會喜歡 那我們就給他禮品 這看起來不太像鳥哥麗鳥 用高級巧克力製作的精美苦澀甜點 上火的人很愛吃 哇,你知道我喜歡什麼 你應該多給我一些老頭 哇,居然後面是老頭 我整個語氣都錯啦 啊,如我所料 他接受了禮物 好,以後他就用這個聲音了 我可以從鎮上買到更多的禮物 不過,我不能把禮物放在靈魂室附近 那些靈魂似乎討厭著任何具有親和性的物體 嗯,不過,或許可以利用這個屬性 還有禮品嗎?沒了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該閉嘴是吧?老乘惑 你給我的這個房間實在沒什麼事情可做 如果你能放點醫院是太好了,謝謝你 喔? 他有變高興嗎?好像沒有,越來越生氣了 這是...這是...這是什麼味道 從哪飄過來的? 從...身體散發出來的嗎? 嗯,該不會都腐爛了 喔不! 這腐爛的氣息 阿里亞的身體,他正在腐化 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好,好,我先...先冷靜下來 我...我該去村裡 我會在那裡得到幫助的 我不忍心看你這樣 我會盡快讓你恢復健康的 我覺得...我在配他的聲音 感覺就是快...也要一起那個有點精神分裂 因為他的語氣... 我不知道怎麼辦 這裡肯定會有商店 一定要什麼可以用來保存 衣服的貨物 嗯...福馬鈴 你好啊,年輕人 喔,我親愛的親愛的 看來,傳播是真的呀 我的忠誠的客戶居然起事回生了 對不對? 等等,什麼? 我...我死了? 這就是原因嗎? 我失去了記憶,是因為我死了? 嘿,你是這麼認識我的 嗯,你的記憶力減退了 我猜的沒錯的話 不要擔心,我就是認識你 跳過這些廢話,談正事如何呢? 你需要些什麼啊,老朋友 呃...我需要為我的... 該死,我不能告訴別人我的女人死了 嗯,合成人 什麼?為什麼他會知道... 是...是的,是我的合成人 我需要保存他們的身體 那麼,你就來對地方了,老朋友 我正好有你需要的東西 它既不是針對合成人的 也不是針對動物所準備的 而是給人類用的 比如,死掉的村民 你知道,只有在滿月時才能埋葬他們 但滿月就在每個月第四周出現 如果有村民死的不是時候 我就會用他們來保存屍體 我已經囤貨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哇哈哈哈哈 我...我要買...這東西多少錢? 嗯...不是很虧,我的老朋友 我甚至可以白送你一個 還附上一些召喚材料 你又重新出山了 這對咱們的生意很有利喔 呃...感...感謝你的感慨 你的慷慨 不用擔心老朋友 請務必再次光臨 不管是防腐藥膏還是其他材料 我隨時為你準備著 我相信你應該會需要更多的 我親愛的老朋友 為什麼他還在叫我老朋友 我甚至不認識他 但他似乎很了解我 他連召喚和合成人的事情都知道 嘖...管他的 至少他幫我解決他的問題 而且是免費的 好,我們現在可以買什麼 防腐藥膏 我會把材料送到你家裡的 你回家的時候應該已經送到囉 好吧,那我們就 趁我現在正好在陣子上 我們應該讓合成人去做一些工作 他是憤怒的 不久後會就毀成了 我已經在這裡駐紮了很多年 這些流亡的騙子從平民哭來的本地敗類 讓我很厭惡 多虧了我這個陣子的治安才得到維護 嗯哼,你好同行 我們雖然做的事情一樣 但我的工作更不重要 當你躲在你的房子裡研究巫術的時候 我知道,瑟拉赫的流放者們走上天神的正道 蛤?什麼東西啊? 悲傷 我們現在這個是憤怒的 所以一樣這邊是不是 我們現在這個是憤怒的 所以一樣這邊是不是 不行了 喔他已經完成了 喔他已經完成了耶 喔他想聽 現在是第幾周啊 我們多賺一點錢好了 好了這一周結束了 店主位我送來了黏土跟肉 現在我有了防腐藥膏 我必須把它用到我的女兒身上 否則她的身體在靈魂準備好之前就會滅亡 喔我的小傢伙 你怎麼會遭遇如此悲慘的命運 我是如此的想念你 真的 再忍耐一會 我的孩子 爸爸會帶你回家的 快樂 親愛的 很快 我們就能再次分享快樂的時光了 沒有了 嘖 那本書又發光了 或許我能學到一些新東西 喔 靈魂注入儀式 哈 這是一種將靈魂灌注到身體的流程 難 難道是 這就是用來復活阿莉亞的方法 沒錯 我還有希望 要滿月的時候才能用 Affinity level needs to be high 就是親 親和力要很高 然後 Affinity就是這些 要大於30% 然後 登登登 好 我應該仔細研究這個流程 恩 好對 在滿月 滿月剛剛說什麼 在第四周 對不對 還是第三周 第四周 喔他有翻譯給我耶 滿月馬上就要來臨了 我必須要盡快養育他的靈魂 我要從那奇怪店主 那裡獲得一個材料 再做一個合成人 所以我們要再出去一次 喔不是用現在有的是不是 有木材 然後黏土跟肉 這次比較多樣化囉 這次摸彈道 我不好 他的身體怎麼了 他既殘缺又脆弱 啊 我想起來了 我絕不該用三個不同的成分來做合成人 否則我將會得到一個月累之品 就跟他一樣 他的能力還是很有限的 我懷疑他無法像一個正常合成人那樣工作 恩 巴拉巴拉大喲 愛米利 賺錢了 欸有一封信 你要賠時間花他 這個 一個合成人在門下放了一封信 我應該在日記裡記錄下來 你好巴巴 有些村民不喜歡我 他們在我的背後說我髒 那時他們隔得不遠 這是在刻意讓我聽到他們的閒話 他們想傷害我 但我不在乎他們 只要你關心我 巴巴 哇 那花點時間陪他好了 喔 一次只能選一個 我有什麼問題嗎 好我們也沒有巧克力了 只能出門囉 開始工作 對 然後回來之後就那個了 肯定還有別的掙錢方法 某些我會做的事情 嘿 福士德先生 你有折量上層的黏土嗎 這裡通常只有你有這種東西 蛤 上層的黏土 我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呃 我怎麼會有那種東西 我怎麼知道 有時候只有你才有上好的材料 你會把他們賣給我或是其他村民 啊 我記得 當一個人一個合成人死亡時 他會留下中等或高級的材料 當然 我沒有必要等到他死 我可以殺死一個來獲得材料 好啊 我想我能搞這種東西 但價格不菲喔 我的工作迫切的需要他 我不在乎價格 聽著 我只有兩個星期的時間 請一定要交付給我 否則我妻子會殺了我的 他很有錢 真是天賜良心啊 我要擦亮眼睛 多找些這樣的機會 不 我最好小心行之 不要 交貨超死了 否則村民們一定會對我失去信任的 不 不用擔心 我馬上就準備好的 好啊 那真是太感謝你了 真是如是重負喔 我很快就會回來找你的 再見 那黏土 好他走了 賺錢 好今天要來 來生技了 我好在哭欸 他 他是他所裝作過最噁心的作品了 他決定把他帶到後院 把他關到密封的容器裡 他在那 他被困在那裡 直到雲 把他沖刷子融化 我靠了 嚇死我了 喔 一個鐘等的 比上次順利多了 我不僅設法刺激了我女兒的靈魂 我也獲得了更好的召喚 殘留物 我停走運的 看來我得到了 那村民藥的黏土 我應該把這黏土和其他材料分開 這樣就不會用到他來進行召喚了 喔沒有看到 好 等等 今晚可是滿月啊 今晚是我實施注入儀式的唯一一次機會 必須放手一搏 好 球梯他在閃閃發光 喔天神啊 請幫幫我指引我復活我可愛的女兒吧 好 第四個禮拜月底可以放 然後 福士德必須在腐朽度到最大之前 竟然給女兒圖放我 好 喔幹 好恐怖喔 好耳心喔 好大聲喔 好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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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月結束了 但似乎沒有什麼變化 他的身體還是僵硬的 正當福士德開始失去希望時 他的手指抽動了一下 福士德的信心從染了 他滿懷期望地等待著 過了一會兒 他的手指停止了移動 他的身體又恢復了僵直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福士德的期望落空了 他呆住了 不敢相信這一事實 福士德認為這個實驗失敗了 他從他的身體裡萃取了靈魂 並將它放回了靈魂式 我失敗了 不 這不可能 我拒絕相信 我看到他的手指動了 但是 為什麼沒有醒過來 我露掉了什麼 我還有什麼沒有做到位的 書中 除了提及尋找 親和性的平衡點的事情 就是他的 靈魂之處也還沒準備好 是因為他缺乏了一些必要的親和性 我必須振作起來 實驗給福士德要完成的 下一個目標提供了線索 他還不知道 在他的實驗 將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啟示 不久 他將會發現自己的命運 我看一下我們合成人 這可以殺了吧 哇 這個不要啊 這是廢物欸 這個不要了 這種爛貨不是很爛嗎 我們做鐵人 啊 嗯 嗯 欸這是兩星的 喔這比較高級 我想說來試看看 兩個跟一個的會怎樣子欸 可是我沒有其他便宜的材料欸 這30塊 試看看好了 不行 那我們用 是鐵的鐵的 鐵的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是會成功的嗎 一定要一樣的嗎 石頭人 他不僅外表是石頭做成的 連內臟也是 喔 喔 沒了 這樣吃完了 就結束了 好啦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 可以製造很多合成人 來救我們這個 半死不活的女兒